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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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作品《晚中》 描绘的是一对劳作之后田间默默祈祷的农民夫妇 整个画面给人安详的感觉 你仿佛可以听到远方教堂的一个钟声一样 他们助力在农田里虔诚、庄严、肃梦 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晚中》是在米勒去世以后 法国政府又花巨资回购的 这也成了国宝级的一个作品 当童年的达利第一次见到这幅作品的仿制品时 便被深深地打动了 感触良多 以至于之后 他不但为这幅作品写过一本书 而且还不断地把它画入自己的一个作品当中 伟乐说呢 我从未见过快乐 波索知道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敬意和沉默 也许他看到的都是这些辛苦劳作 而朴实无华的人们吧 十岁、付出的男子 这些作品当时许多的革命人士解读为 通过表现农民的艰辛煽动社会的不满一些情绪 社会主义则想把米勒拽入他们的阵营 这些喧嚣的舆论让米勒非常的反感 他说 为生只看过田园 也只将自己所见的真实的表达出来而已 艺术最令他心动的地方 就在于表现人性 他认为美术的使命应该是爱的使命 不是憎恨的使命 他描绘的穷苦人们 绝非用来刺激人们对富裕阶层的一种嫉妒 米勒从来没有画过农民反抗的一些场景 而是通过农民日常劳作的画作 而进行深入的一种了解 其实他的作品本质上是温厚的人的关怀 和对现实的一种写照 好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不知道你看过米勒的作品之后呢 和感想 欢迎你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节课再见